好 接着来看到花莲太平洋公园是不少民众的休息场域 而之前县长徐真卫在建设处的处长 环保局副局长的陪同之下 会看太平洋公园的南兵段 针对各项应软体的设施以及绿植给予改善跟建议 也只是夜管单位要细心的照样 期盼给予民众舒适的休闲场域 花莲太平洋公园是不少民众会选择的休憩场域 能边跑步散步骑单车还能眺望太平洋 甚至不少家长会带着小孩在亲子游乐设施区域共享清止时光 日前县长徐真卫在建设处长环保局副局长陪同下 前往会看太平洋公园南兵段 针对树木修剪状况强调树木健康及修剪重要 避免树木管理不当引发公安意外 对于石滑低级木栈道的使用 则成相关单位关注相亲需求 另外如木头软化也则成相关单位改善 县福表示 太平洋公园在回南湾流水环境改善工程完工后焕然一新 111年太平洋公园共融游戏厂建制完成 同时导入可攻行动不变者使用邮具 改善公园内的无障碍环境及友善设施 目前也在规划新增成人体建区 前半2024持续给予乡亲更舒适安心的休闲场域 接着讲包业环林士报导 再次将开户环境下放在回南湾流水环境内